哈喽兄弟们 回到刘哥魔王空间 今天又在长沙酒店里面 跟兄弟们做视频啊 介绍眼前的这两款 来自无二Toys 万能侠系列的 忍者神龟 拉菲尔 还有米开朗基罗 那么除了上一次的 鲁班7号之外 我已经很久没有入手 无二Toys的这个万能侠 或者是猛兽侠系列了 那么这一次会买的主要是因为 忍者神龟是我童年最爱的动画片之一 而且他们两个不光能够变成方块 还能够两两组合在一起 变成神龟车 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么今天就来体验一下 这两款产品到底表现如何了 拿出我的吃假刀 给他们开箱 内容方面的两个都是一样的分布啊 可以看到主体一个 然后呢武器一对 以及他们的收纳箱一个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神龟的形态啊 兄弟们满分十分的话 你们会给几分的弹幕走一步啊 我个人可以给个九分啊 从正面来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毕竟它要变成方块嘛 能有这样的表现很不错了 那么侧面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硅壳也不是很厚 然后呢 从后方来看也不会显得很累赘 武器都可以搭载在背部 总体来说 造型方面我个人是觉得很OK的 然后呢 关节紧实度方面 兄弟们看一下 摇晃一下还是可以的 站立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不过塑料材质的这个质感啊 我只能说是一般般吧 这个也是52toys家 一直以来就是还不够上档次的原因 当然它一百多块钱的价格 我个人也不会要求过高了 那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 菲尔 它的整个眼睛是用白内障的 这个眼睛好像进入战斗模式 非常凶狠啊 然后背后两个小啾啾 这个是可以球形关节 可以活动的 整个头部的活动性是非常大 抬头 低头几乎就没有了 侧头 它还是个球关嘛 360度旋转很紧 然后平台方面 哎呀 球关直接把它搬下来了 平台90度 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90度 手望位置360度旋转 二头肌360度旋转 腰部当然是不能活动的 毕竟这么大的龟壳啊 没有办法 然后呢 这边腿部往下拉伸 前踢解锁开来 就可以达到90度了 后踢还能够超过90度 侧踢方面大概60度左右 大腿位置旋转这边有一些 膝盖这边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转的时候小心点 你看它这个关节啊 都是很容易从旁边这边掉出来 但是还行 就插进去就没问题了 这边变形关系 还有一节关节 就是说理论上 弯曲角度啊 可以达到180度 脚部是一个球关 这边活动性很大 然后接地性 大概有30度到45度之间吧 然后这边前后也有 这边脚尖啊 脚趾的位置 你看都是可以活动的 脚后跟变形关系 都可以往上往下 哦对了 肩膀位置这里啊 如果算上这个的话呢 这个也是个活动性吧 大概可以往前六七十度左右啊 那么在这个的帮助之下 它摆出锤立pose 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的 但这个姿势吧 不算是优美 因为它没有腰转 最后拿上武器 简单摆个pose 给兄弟们看一下 总之人形的表现 不对 应该是神龟形态的表现啊 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到底是如何变成方块的 变形方面 第一步 我们先把头后面的这两个小啾啾 咱们给它扣进去 这个其实就是头上的这个红色的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红围巾的 这样一个后面两个小啾啾嘛 大家应该兄弟们明白啊 这样扣好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 这块腰带的这个地方啊 咱们给它解锁开来 旁边有两个卡扣 松脱开来 把两个肩膀位置这边 也有个卡扣 松脱开来 好了 那这个样子呢 我们后方这个硅壳啊 就可以全部拔开了 翻到正面来 我们把胸口位置拉开 然后呢 把这块给它放下来 那么这边有一个填补部件 给它放下来 盖住 然后呢 再给它回复到位 把这边这两个小东西啊 给它推进去 盖好 然后来变形一下手部啊 手部非常的简单 首先先把这里有个关节 扣过去 然后呢 这边往内侧旋转90度 然后呢 给它往后扣 那么这边呢 旋转过来 哎呀 这个球形关节 真的很容易脱落啊 旋转过来 那么可以看到这边的凸 对应这边里面的凹 形成一个结合 然后呢 这边你看 也有一个小小的凸起 跟这边 手腕位置 手掌这边 也有个凹槽形成结合 扣好 两边都扣好了之后啊 我们再把这个红色的部件 都往内折 那么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 把这块的两个凸起啊 冲外 这个是两个 很重要的连接部件 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个 神龟的硅壳啊 给它收进去 来处理一下 这块的部件 这边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连接关节 给它伸出来伸出来 然后呢 躲开来 给它旋转到外侧来 可以看到这边通过折叠 正好底下 凸起凹槽结合住 它总共有四个啊 我给兄弟们先演示一下 一边 另外一边 完全是重复性的动作 来 这边一上一下 扣好 那这边也是一上一下 全部扣好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单了 然后我们把脑袋 进行个180度的旋转 可以看到这边 一个凹槽 跟这边的凸起要形成结合 所以说脑袋 插进去 非常的痛啊 那么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合并了 很简单 你看刚才流出来的两个 红色的凸起 咱们就可以把它扣进去 现在处理一下下半身啊 首先我们先利用这边的这个关节 给它往下推 为什么呢 先腾出空间来 现在我们需要把这边的这个 用力的往上推 然后呢 把这边你看旋转过来一下 旋转过来一下 那么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 180度的旋转了 转成这个样子 刚才就是为了腾这个空间 那么来处理一下脚部 脚部很简单 首先脚后跟收进去 脚尖收进去 把小腿位置拉长 然后呢 膝盖这边旋转个180度 你看凸起凹槽嘛 把这个腿部啊 给它旋转过来 看得更清楚一点 现在就可以上下的 进行一个扣合了 这边凸起凹槽 给它结合住 然后呢 把这个脚部啊 再给它旋转一下 你看这里的凹槽 要跟这边的这一片的凸起啊 形成结合扣好 然后呢 再把这边的膝盖位置的 红色部件给它推好 现在啊 我们就可以把 这块的这个部件 给它填补到 这边的凹洞之中 你看 这边侧面就全部都填补好了 两边都扣好了之后啊 最后咱们再把这块 给它扣紧 然后呢 再把这边的这个腰带的部分啊 扣在这边 怎么样兄弟们 这个变形你还别说 有那么一点难度啊 但是最后 完成起来 我个人觉得却非常的棒对吧 而这个武器也是可以收纳的哦 首先先把这块给它拔掉 给它扣在旁边的这个地方 两个握柄的部分就收纳好了 而上面银色叉子的部分呢 则可以通过这边的两个凸起 就可以收纳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样子啊 这个方块形态就已经变形 完成 那么在方块形态简单的用手给兄弟们转一下 你看每一面可以说都是非常的饱满的 我感觉 52toys啊 从以前的那种接近于潮玩的就简单变形到现在 真的已经慢慢的可以撇美一些官方的V级别的变形的玩具了 你看底下收纳着武器这个双节棍也是一样的左右两边对吧 各个方面可以说都是有兼顾到的 这点很喜欢啊 然后卡扣也都是岩丝合缝 变形手感很不错 再拿出这个收纳的盒子 可以看到上面是 忍者神龟的英文的字母的缩写 加上一个井盖的这个标志啊 还是很漂亮的 这边黄色都是金属漆的涂装 消光的效果质感还是很棒的 那么把这边给它打开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收纳进去了 啪哒 漂亮舒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如何组合成为 神龟车的 那么这两个呢 其实都一样 随便选一个当车头 一个当车屁股啊 那么首先先把这个给拿出来 把这边给它挑开来 然后旋转过来 可以看到这边里面凸起凹槽 结合住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凸起凹槽给它结合住 然后呢 把这边前方给它组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前面的缝撞杆的部分了 把这边这个位置给它翻下来 你看前面的车窗 加上前面的灯也出现了 把这边这个部分给它挑起来 里面啊 藏着一个部件挑出来 哈哈 这个是后视镜啊 再把黄色这个部件 给它用力的往下推 这个是轮子 把后方的这个连接部件 给它居中 车子前半部分就变形完成 后半部分呢 记住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先把也是一样 把这边给它挑开来 然后呢 把这块给它解锁 腾出空间 把黄色这个轮子啊 用力的往下 然后再给它旋转下来 再把这块部件呢 给它扣回去 然后把这边放到后面来 相当于是后面的车子的防撞杆的部分 扣好 OK了 现在就是前后的合并 很简单 刚才这边侧边的连接部件 两个凸起 对应这边两个凹槽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全部都扣紧 好的 那这个样子呢 神规车的形态啊 就已经变形 完成了 那么这个神规车的形态呢 确实啊 你说它很像吧 只能说是有一些相像 特别是这边侧面 显得非常的突兀啊 如果要看的话呢 其实这边前方来看 这边车窗啊 然后呢 雨刮器啊 这边前面的车灯啊 前面的这个防撞杆的部分 还是能够看得出一些车子的 包括这边还有一个后视镜 然后呢 这边上方就露线了啊 侧边露线了 然后后方这边也露线了 所以说它顶多就是 你这个样子看 有一些像神规车 然后底盘来看一下 也是不太像的 但是我感觉就是能够 把这个方块啊 又开发出一个新的玩法 我觉得在创意度上面 这一款产品让我非常的惊喜 所以说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OK 那么今天非常简单介绍了这一套 Wear Toys万能侠 忍者神规的系列啊 后面的两位角色呢 我肯定也会入手的 但是可能就不会跟兄弟们做一个详细的视频 顶多做一个四子集结的这样一个视频啊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会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